做油条吃 准备适量的中筋面粉 再准备五克酵母粉 三克小苏打 三克无铝泡打粉 八克盐 还有两个鸡蛋 把小苏打和无铝泡打粉放在面里面拌用 每斤面粉270克水 把剩下的料倒在水中 把鸡蛋也打在水里面搅拌均匀 然后倒在面里面 揉成面团 第一次饧发20分钟 直接倒了这样翻面 第二次饧发40分钟 这时候面已经非常光滑 第三次饧发30分钟 面饧发好直接摊成长方形 卷成长条 粘在食品袋中放在冷藏室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做就可以 做的时候上面撒着芝麻 然后压一下把芝麻粘在面上 然后改成长条 切成均匀大小的剂子 然后一条再压在另一条上 用筷子中间压一下 拿起来揪住两头 轻轻一拉 放在锅里面就可以 下锅以后要持续的翻动 这样油条受热浇涌 炸出来的才酥脆 炸至金黄熟了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咱们的油条就做好了 金黄酥脆 美味可口 咱们做月饼吃 做法比较简单 首先盆里加入140克的月饼糖浆 再倒入50克的食用油 这克的湿水 叫碱水也行 再用打蛋器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两克的中间面粉 用这个筷子给它筷一下 炸完后咱们用刮板给它揉成团 用这个保鲜膜包起来 长弯形两个小时左右 炸好后揉成30克一个的小圆团 再转为月饼馅 我用的是五日的 给它揉成70克的团 再将小面团用手掌压成盆 放入月饼馅 用虎口这个位置将盆慢慢的往上擀 别有缝隙就行 收好口 再揉成团 揉好 沾上一层甘甜粉 将月饼团放入100克的月饼模具里 将模具放平压一下 轻轻推出来就可以了 全部弄好之后 喷上一层水 放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里 上下200度烤五分钟 进行后取出 刷上一层蛋液 放入烤箱再烤十五分钟 自制月饼咱就做好了 サブランチ 作词 1哪里 2哪里 3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把熟芝麻和砂糖打成粉末 打完之后拌入猪油 想要留心的感觉就多放些 拌好放冰箱冷冻20分钟 糯米粉里慢慢加入热水 先用筷子搅成絮状 再揉成面团 把面团分成每个15克 馅料10克左右 便团如果太干 手上沾点水揉几下 再包起来 锅里点点地解忆地 为你甘心作所思 扮下星星叫 看到蜜都笑 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锅里水烧开 放入汤圆煮沸 加一碗冷水 煮到汤圆浮上来 煮两分钟就行 一碗吃六七个就行了 不然要胖 把饱饭其实很简单 先把糯米提前浸泡四个小时以上 再放入锅里蒸熟 熟了之后 再拌入砂糖和猪板油 取一个碗 刷一层猪油 铺上红枣 裹腑 坚果 把糯米饭舀进去 中间留点空间 放入豆沙 最后再放入糯米填满 上锅蒸十分钟 如果做的数量多 就在碗里铺一层保鲜膜 再进行操作 多做的八宝饭 放冰箱冷冻保存 吃的时候蒸熟即可 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个制作豆腐脑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些黄豆 然后把黄豆提前浸泡几个小时的时间 等到黄豆浸泡好以后 就可以把黄豆放在豆浆机打豆浆了 等豆浆打好以后 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把豆浆倒在碗里面 然后放在一旁冷却 如果不喜欢吃一些豆渣的话 可以把豆浆给过滤一下的 等到豆浆冷却了一小惠儿的时间以后 我们就可以准备三个鸡蛋 然后把鸡蛋打入豆浆中之后充分的搅拌均匀 在搅拌均匀以后 我们准备一口蒸锅 在蒸锅里面加入一些清水 等到水烧开以后 就可以把做好的豆浆鸡蛋放在锅上进行蒸制了 蒸制的时间大概2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好吃的豆腐脑就做好了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搭配上一些卤汁或者是撒上一些白糖 就可以使用了 做法非常的简单 先把山楂倒进盆中 加一勺食用碱 加碱的目的可以使山楂洗得更加干净 倒上清水泡10分钟 山楂泡好之后 把表皮上的灰尘揉一下 然后再清洗两遍沥干水分 接下来处理一下山楂 把山楂的嘴给挖掉 因为这个嘴看起来特别黑 影响食欲 把它的地部也掰掉 处理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用竹签把山楂给穿起来 我这里一串穿了五个 大家也可以根据山楂的大小 穿四个五个六个都可以 全部穿好之后 放在盘中备用 准备一个平底锅 在锅中倒入一碗冰糖 一碗清水 冰糖和清水的比例最好是1比1 等到把冰糖熬到粘稠的时候 倒入少许的熟芝麻 这个熟芝麻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口味 加鱼不加都可以 接着转成小火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关火 因为一关火的话 这个糖浆就会凝固 接着把穿好的山楂放进去 快速的转动 沾上一层芝麻和汤姜 冰糖葫芦就做好了 接着在案板上铺上一层油籽 把做好的冰糖葫芦放在上面 等到糖浆凝固 这样可以防止糖葫芦在案板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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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